每一次的食安风暴之后 就会出现新的检验标准 但再多的检验项目 都不可能构筑完美的防护网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学者 进行一场实验 在简单的脱酸脱色之后 不但搜水油马上变得清澈 送到检验单位 更是样样符合标准 这些伙伴们的信任 市场就会对不起消费者 大型挂零这个移植器吗 百分之九这厂商都没来做 任天做过的事情的 测量它一定要跟墙要46公分 他是江守山 新冠医院肾脏科医师 十年前开始自创品牌 麦琴无毒 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那就一毛钱都不给 医生也都不收 清晨五点半出发 赶在天亮前抵达余温 这是每周都会做的事情 江守山说 源头把关就是要跟到现场 从捕捞开始 尽力不放 你还是要看一遍 因为他们在地久 有时候会坦白讲 就是视而不见 因为它事后无所谓 走进渔湾渔民忙着捕捞作业 踏行江守山的员工 却爬上货车拿出袋子 原来是要拿来送宴 捞这一匙的鱼 你就要取这一匙鱼去检查吧 不要让人家云露混珠 不能让它给我们 因为我们判过的时候 他拿袋子那些鱼给我们 送宴没问题 才能进行捕捞作业 但捞起来的鱼 送上货车 你以为就没问题的吗 我们基本上是跟着他车回来的 为什么要这样跟着他回来 讲来经典是 鱼再再会不会今天被灌掉 要放入先洗洗洗再来看洞口 对… 过去的惨痛经验 让他什么都要经典目睹 加工厂也不放过 如果你要摸他们的东西 就终于要洗手了 这个水其实是有点 四个三个 你如果做一整天 这个砧板的劲量就会太高 我们倒仓之后 放到洞库里面去之后 然后就里面要挑一天出来 再送点一次 蒋守山每年花了两千万 送宴上百样产品 即使这样 他还是坚持要到源头看清楚 就因为他知道检验无法听信 为了解开名题 我们到夜市拿 备食用油 我们原则上每天都要换新油 每天都会集中在同样一个桶子 然后那个有回收的业者会来收 从油桶中拿取两瓶油罐 这是炒菜后的油 这是夜市拿回来的废食用油 最后再加入泡面的油包 这样的混油能检验合格吗 拿着这瓶搜水油送往检验单位 结果发现 酸价1.13 低于标准1.3 另外总集性物质却高达33 高于标准的25 这样的搜水油 能在短时间运用简单手法 骗过机器吗 我们找教授帮我们做实验 目前根据国家标准来看的话 针对一般能辨别油品好坏的指标 酸价和总集性物质来分析 要降低这两样侧项 必须进行脱酸 首先加进氢氧化钠 完成酸碱中和 让油里脂肪酸 能够跟氢氧化钠产生沉淀物 再来放进氢氢机 高速转动加速分离 下头明显沉淀物 就是油里脂肪酸和总集性物质 这些丢弃不用 只采用上头脱酸后的油 就完成脱酸动作 再来加入活性碳进行脱色 再吸附色素 没想到浓稠的油 开始慢慢气而变化 一般业界在进行脱色 温度都要超过100度C 最后过滤完成 豆水油变身成功 还是有点味道 因为没有经过脱臭了 经过脱酸脱色的油 我们再送往检验单位 看能否闯关成功 经验油的部分就是这两小碗 经过一星期结果出炉 脱酸后的油 总集性物质从33降到21 尽量合乎标准 再来酸价一开始低于标准1.3 实验后却完全验不出来 这只是经过粗略手法 就能攻破检验标准 学者质疑是要属检验侧项 变成业者造假的目标 不是说有合法的一个油脂工厂用 合法的颜料去链制出来的 那我们对这一些产品呢 因为它已经使用过 也不晓得使用过多久 那在使用的过程里头 也不晓得有哪一些产品 被用在里头 所以我们一定会用 非常的手段去检验它 非常手段就能避免问题 再发生吗 检验的项目再多再严 恐怕只能尽善无法尽美 专家坦言检验不是万能 那假设这个回锅油 是已经炸过薯条的 那它可能就存在有 丙细细胺这一种毒性物质 那如果说这个回锅油 是炸过排骨或是鸡腿的 那它可能就存在有炸黄胺 那一般社会大众可能以为说 经过某某检验公司的 那些就贴起来就当萌神了 其实来讲一个东西 很可能不是只有要验这个项目 换句话说 你先要验对项目 再来就算能验的全都验 还欧帕过关 也只能告诉你风险降低 无法告诉你 吃下的东西绝对安全百分百 我想现在有一些水者专家 也就是说要建议原料油或是使用油的DNA 我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检验不是万灵丹 源头又没把关 你能知道自己吃下多少毒物吗 或许你会想 现在政府喊出加重刑责 还有法能保障我们吧 但重罚真的能喝阻 无效业者吗 翻开实管法第49条 危害人体健康处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并喝一千万元以下罚金 但危害人体都难以举证 更不用说加重刑责 医生有没有可能诊断出某一个人 致死的原因是吃了收水油 吃了饲料油 我想应该很难吧 调到再高再严 你判死刑 最高本刑判它可以除死刑 那法院没有判就没有用了 专家分析 无论法还是检验 都是后端的防范 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好源头把关 源头没把关好 就算竹起再高的防堵墙 也只是防有良心的人